Hello,大家好,很高兴你点开这个视频 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的中文基础 并且想要提高中文听力,扩大词汇量 那你来对了地方 在我的每一个视频呢,我都会选择一个话题 帮助大家练习中文听力 然后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可以打开中文或者英文的字幕 在视频的最后,我也会帮助大家一起回顾 在今天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的词汇 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哦 昨天呢,真是糟糕的一天 早上起床发现下雨了 我非常不喜欢下雨 而且呢,我也很讨厌撑伞 因为我觉得很麻烦 那我不喜欢公交车或者是地铁上面湿湿的 然后到了公司呢,发现有一个订单出了问题 那我就忙着开始灭火 在这儿灭火是一个比喻 因为没有真的着火 就是解决问题的意思 订单出问题了,我忙着解决问题 下班的时候又没有赶上公交车 在车站等了很久 在加拿大坐公交车 一定要事先查时刻表 因为如果你错过一班的话 需要等很久 那事先的意思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讲 这个餐厅非常受欢迎 如果你想去那里吃饭的话 一定要事先预约 不然的话肯定没有位置 那事先预约就是在你去餐厅吃饭之前预约 在上海的时候 我坐车从来没有查时刻表的习惯 因为不需要 在上海呢,公交车非常的多 来的也非常的频繁 一般情况下呢 都不会等要超过五分钟的 所以呢,我从来没有查时刻表的习惯 从来这个词后面呢 一般是跟否定式的 我们说从来没有,从来不 从来没有指的是 这件事情你以前没有做过 但是之后你可能会做 举个例子 我从来没有去过巴黎 但是我很想去 就是说我在说这句话之前 我没有去过巴黎 但是我很想去 也许明年我就会去巴黎 那从来不呢 就是这件事情我以前没有做过 但是之后也不会做 举个例子 我从来不说谎 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之前 我在说这句话之前 我从来没有说过谎 那之后我也不会说谎 但是也许现在我就在说谎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人 从来不说谎 刚才我说我错过了公交车 然后当我等到公交车 到了地铁站之后呢 发现地铁又坏了 每一站都需要等好久 所以昨天呢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 其实刚才我说的这一些 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一键接着一键 就会让你觉得很累 到家以后呢 我就发现自己的电量用完了 然后心情也开始变得不好了 电量用完了 在这里呢 也是一个比喻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 手机的电量用完了 那如果手机的电量用完了 意思就是说 你就不能再用手机发消息 打电话了 那人的电量用完了 就是我没有精力 没有力气再去做别的事情了 就是人已经非常的疲劳了 当然了 这些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呢 就会让你觉得心很累 没什么大不了的 意思就是不重要的 不严重的 比如你可以说 小感冒没什么大不了的 多喝点水 休息一下就好了 心很累 这个词呢 也是中国年轻人 经常会用的一个词 那心很累 意思呢 指的是心理上的疲劳 而不是身体上的疲劳 身体上的疲劳 比如说 你今天 做了很多 就打扫了房间 然后又做了很多运动 你觉得很累 那身体上的疲劳呢 你睡一觉 休息一下就好了 但是心很累 心理上的疲劳 就比如说 你现在 有很多很多事情 有很多烦心的事情 然后你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解决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说 心累 那心累的话呢 如果你靠休息啊 睡觉 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所以 现在你们知道 昨天呢 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 不顺心的事情 让我觉得 不舒服的事情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有的时候呢 那些不顺心的事情 总是在一起发生 在中国呢 我们有一个邂逅语 叫 乌漏偏逢连夜雨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 屋子漏的时候 偏偏 每天晚上都下雨 那 指的呢 就是说 倒霉的事情 一件 接着一件的发生 到家之后呢 我说 我电量用完了 然后心情也开始变得不好了 那我怎么办呢 在那天晚上 我吃了 很大一碗意大利面 然后之后呢 又吃了六个绿豆酥 绿豆酥呢 是中国的一个小甜点啦 那 就是在 在这儿呢 我是在中国超市找到的 我觉得 味道跟中国 没有办法比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是甜的 然后吃完这些以后 其实我已经非常非常饱了 但是 我仍然抱着一大包薯片 坐到了沙发上 然后我就开始一边吃薯片 一边看无聊的视频 所以那天晚上呢 我吃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其实我一点也不饿 可以说我非常非常的饱 但是呢 我仍然 我就是非常想吃东西 这样的事情呢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了 而且我知道 在心理学上呢 我们有一个名词 叫情绪性进食 情绪性进食呢 就是你吃东西 不是因为你饿了 而是因为你心情不好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呢 不是你的身体需要食物 而是你的 怎么说呢 就是你的情绪 你的心理上 你心理上需要这些食物 或者说呢 我们用吃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经常是觉得 就是健康的食物 就比如说像蔬菜啊 或者是米饭之类的东西呢 就不太能满足我了 我会特别想吃甜食 比如说巧克力啊 然后冰淇淋啊 蛋糕 还有那种就是高热量的垃圾食品 比如说炸鸡 披萨等等等等 那每次在吃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 自己的心情好一点了 因为我的注意力被转移了 但是吃完之后呢 我又常常会责怪自己 为什么那么没有自制力呢 就是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伤害自己的身体呢 不过好在我这个人呢 是不容易胖的 所以虽然我东西吃很多 但是我仍然不胖 你们有没有相同的情况呢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们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让自己开心一点呢 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 出现的一些有用的词汇 事先 事情发生之前 在制作每个视频之前 我都会事先写下 自己要说的内容 如果你想来参加 事先告诉我一声 从来没 从来没有 表示 一件事情之前没做过 之后可能会做 我从来没学习过任何乐器 从来不 表示一件事情之前没做过 之后也不会做 我从来不吸烟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重要的 不严重的 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不用放在心上 倒霉的 就是运气不好 事情不顺利 真是倒霉的一天 我相信自己不会一直这么倒霉 我就在学校门口停了一会儿车 就被警察罚款了 真倒霉 换句话说 用另一种方式表达 老板让我修改方案 换句话说 他不同意我的方案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你需要这些词汇和例句 我把链接放在视频的下面 你们可以去下载学习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